哈囉 大家好 我是芊芊 好久不見 今天要來討論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是很怕別人知道我是不是去做了哪些手術 比如說我做了雙眼皮手術嘛 做了兩四 然後還有牙套啊 然後直發嘛 在這當中其實有些朋友是支持我的 然後有人是不支持的 在我在做手術之前 幾乎我身邊的朋友全部都是不支持 然後會一直就是 會一直就是有點反諷 跟你說就是你或許會不會整壞啦 整歪啦 什麼之類的 所以在做之前我當然就是有做好一些心理上的建設 然後會覺得說我今天如果做壞了怎麼辦 個性比較豁達 所以我當下都會覺得說沒關係 我們再找醫生修 先做了 然後做了再說 我是這樣子 我是這樣的心態啦 然後身邊有一些好朋友他可能是為了妳 為了妳好 然後就會說一些就是比較 可能妳比較不願意聽的話 那我也有遇到有一些就是 他可能要去做手術 那他不希望別人知道 所以當別人問他的時候呢 他就會撒謊 所以當他撒謊 你就要這輩子就要一直撒謊 然後就要一直去圓謊 我是不會這樣 我不太喜歡去撒謊之類 但我直接講實話 但也是有壞處的 因為畢竟有些朋友就是 很多人就是見不得別人好 所以他們在背後會說一些就是 他就是什麼都整過啦 然後那裡也整 那裡也整 就是整醒你之類的 他在跟你面對面的時候 他不會這樣說 他就會說我覺得妳好勇敢喔 然後我覺得妳很厲害這樣 可是其實他私底下把妳罵得很難聽 這種人也是有的 那我聽到的時候 我會覺得 喔 嗯 沒關係 為什麼我會覺得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比他們還要更勇敢 其實我知道他們自己可能也想要做這些手術 也想要讓自己變更漂亮 然後但是他們沒有那個勇氣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整形是一個非常需要非常很大很大 心靈上要非常有很大的力量 然後跟很大的勇敢 然後去跨出內部 妳才有可能去做這件事情 不管別人怎麼說我 我都會自己覺得說 其實我很勇敢 然後敢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 我已經很佩服我自己了 因為當我在躺在那個手術上的時候 當下妳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虐待我自己 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不需要這樣啊 然後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會說 不 我要做 我要做 因為我想要改變 當妳想要改變 妳就要跨出那一步 勇敢的跨出那一步 所以這種心情不是他們能體會的 然後也不是他們三而兩語 然後就可以把妳打敗這樣 沒關係 妳想要做什麼妳就選做 然後妳自己不要後悔就好 因為這是妳的人生 想要改變 然後沒有人可以 沒有人可以阻止妳妳知道嗎 就是就算嘴巴長在他們身上 妳妳要怎樣嗎 妳在家壁什麼 不可能 這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今天我們真的做成功了 然後其實說真的 很多人都說 欸我覺得妳做得很漂亮 然後想要去做 然後反而來問我 那或許我可以幫助更多人 那在這個過程中 說實話我也是幫了 幫了蠻多人的這樣子 然後其實 當他們去做手術 然後很勇敢的跨出去那一步的時候 然後他們把結果給我看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就是 蠻感動的你知道嗎 就是他們可能就是 看了我的影片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 當他們要去執行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也要下很多很大的勇氣 才有辦法跨出那一步 因為我知道 我當初要跨出那一步 我也是 其實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優點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的優點就是 我很勇敢 就是我敢去從事 敢去做 我怕丟臉 我是一個怕丟臉的人 然後 我也挨面子 但是 我比別人更不一樣 有很多很多的勇敢 對 那 嗯 我不是說整形一定好 所以 當 有些漂亮的女生 然後跟我說 她還想做哪裡做哪裡做哪裡的時候 我 我其實幾乎有時候 會去評估她現在的眼型 或是現在 她自身的條件 那如果我覺得你已經不錯了 我就會跟她說 我覺得你不需要做 我覺得你已經很漂亮 那你或許可以考慮這些地方 對 因為我覺得不是說 你今天刻意要讓眼睛變很大很大 可是你的條件就是只有那樣 你知道嗎 你條件只有那樣的時候 你想要再讓醫生把你變很大很大的時候 其實 就是 不見得可以做到 反而就是 會有一些 不好的法效果 那也有可能就是 嗯 像網路上有些人就是 為了 就是很整形啊 都是變成網美啊 每一個人都是 變得像 就是那樣 就是 臉型就是那樣 嗯 所以我覺得 不管怎麼樣 你今天要去變漂亮 或是怎麼樣 你切記一定要保有你自己原來的特色 那你也不要就是害怕別人怎麼說你 因為 嘴巴真的是長在他們身上 他們要怎麼說 你根本 沒有辦法去 就是阻止他 你知道嗎 那 其實說實話 我真的覺得那些一直講的人 他們根本就是不夠勇敢 因為他們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勇氣去改變啊 然後也沒有勇氣 就是 他幹嘛干涉人家的人生啊 對啊 他沒有必要去干涉人家的人生 所以 你就讓他講 因為 那也是他的人生 他想講就講 他一輩子就這樣講 然後 你就繼續 持續努力 然後持續變漂亮 然後 我們 活得開心 然後每天快快樂樂的 那這樣不是很好嗎 為什麼一定要 管人家說什麼 那 既然你要承認 不承認 那就是看你自己 因為 我個人是 不是很 嗯 不是很建議 就是說 都不講 這樣子 除非 除非 可能有人問你在說 對啊 做我做 什麼之類的 現在對於整形這一塊 其實都已經非常的 很多人都這樣子 所以 非常的普遍 因為 現在是一個看臉的時代 看臉的時代 如果說你今天長醜不垃圾 不見得說 你沒有能力 但是如果你今天 很有能力 又長得可能 出色一點點 那你可能在工作上 會有比較 大一點點 比別人多很多的機會 或是一點成就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呃 要去 讓自己變得更好 更美 我覺得 不是一件壞事 那我在這當中 我也有遇過一些朋友 就是可能說他要去做妝眼皮 然後他就會說 嗯 我這是眼睛長真眼了 我才去歌 這樣子 我跟你講 身旁的人不會覺得 你 你很有勇氣幹嘛 他只會覺得 好假 對 你自己聽音 我會覺得很假 一個很坦率的女生 然後我就很棒 所以如果說 你今天刻意要去隱瞞 你如果說去隱瞞 如果你今天不講 不回答 我覺得還比就是 你去說 我長真眼 所以我必須要去歌 我睫毛倒叉 所以要去做眼睛 這邊沒有比較好 你知道嗎 其實現在戴牙套跟 整眼睛或幹嘛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樣 因為戴牙套 你也必須算是一個整整整整形 只是牙套比較普遍 所以沒有人說什麼 但是現在眼睛越來越普遍 所以大家也會覺得 欸好像也沒什麼 可是如果說 你今天說去消股 我跟你講如果以後有十個人 九個人去消股 你也不會覺得這件事情 是一個非常驚天動地的事情 你會覺得也很普遍 就是大家都去做這件事情 你不會覺得說 喔 這是他怎麼這樣子啊 好誇張喔 就一個整形女 然後這樣在那上 可是如果大家都去做的話 你真的就 喔是喔 好勇敢喔 喔是喔 真的喔 然後就 可能也不會說什麼 對 所以我覺得 你今天如果要去做整形 你只要不要愧斷你自己的心 然後也不要 就是聽旁人跟你說什麼 因為這是你自己的人生 對 真的是自己的人生 你根本不用care他說什麼 那些 人 只是你人生 的一個 小過客 所以 當我身邊的 有些人 在背後說什麼 我其實 不用說都不在乎 但是可能會有在乎 但是就覺得 喔是喔 哇 好 那我可能知道他是怎樣的人 就好了 因為 這樣就夠了 你只需要就是跟你喜歡的朋友 或是 你覺得 相處上 來的自然 的朋友 交朋友就夠了 你根本不需要理會 其他人 他跟你說些什麼 或是他 在你背後 說你什麼壞話 這根本不必要 那 當然 除了就是 臉上的一些 就是變漂亮的方法 你們也要讓你自己的心靈 然後充滿 充滿一些正能量 然後你的外在就會變得更 是更有 更有力量 就是因為你的心堅強 所以你外在看起來就會變得 嗯 就會比較 你懂 你懂 你懂什麼 就是 就是變得比較 有氣場一點 所謂的氣場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 你真的不需要在意外人跟你說什麼 因為 就是 沒必要 對 那如果呢 你們喜歡我 請幫我按個讚 然後分享 加訂閱喔 然後 我會非常謝謝你們的 千千的分享 到此結束 掰掰 對 對了 還有你們的留言 其實我都會看 所以 不要害羞 多多留言喔 然後我會很開心 就是你們在下面留言 因為我真的都有看